选战进入了倒数阶段 新北市板桥西区立委张宏丽拼连任 再度找了总统蔡英文站台 跟即将到德国授训的足球小将见面 小球员看到了总统提问说 总统是怎么度过青春期的 让现场的人忍不住大笑 总统呢则笑说 自己的青春期都在读书还有考试中度过 不过他也期许小球员 青春期一定要过得精彩 哦 不错 来 射门成功 传球给小球员最后射门成功 总统蔡英文的助攻也套用在选举上 近去年年底替寻球连任的板桥西区立委张宏丽拂选 担任电话办一票之功 蔡总统又再度来助选 我对于这个宏丽委员 可以跟我们的家长们一起来支持 这个板桥足球社这个活动 我就是觉得是非常令人 总统用行动力挺足球运动 也强调总统交接的时候 一定会提醒下一任总统 把发展足球列为重点事项 这群足球小将们即将出国受训 总统加油打击之外 也希望大家多交朋友打开眼界 好的运动员不但要得奖 而且还要做外交 所以不要太害羞 出去的时候多交一点朋友 这个是很重要的国民外交 有台湾队长的加持 期盼运动选手都能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总统跟小朋友互动热络 话下次一开有问必答 张宏陆立平三连霸 有别于传统的造势活动 出动党内大咖助阵 用软性的议题结合阵击 更能让选民印象深刻 近久小米风浩宇新北市报道